今天是2022年的1月1号星期六 欢迎收看新闻抢先报 我是雄威 新闻一开始先来跟进国内水灾情况 历经洪水洗礼的雪州和东海岸 灾情才稍微缓和 现在轮到森美兰 马六甲和柔佛地区沦陷 由于一年两天的连绵豪与森州 淡边县内多个地区 引发河水泛滥成灾 更有一人不幸溺斃 而在马六甲 当地几个马来干榜及花园住宅区 等多个低洼区 已在洪水泛滥下 上沿雪州巴生和沙南太子园 和彭亨文德甲早前沦为水箱的画面 森州淡边多个地点 尤其双溪格拉马市水位超过一公尺 而在该地展区入口处 金嫂也传出有人溺水身亡 而淡边往金马市联邦公路交通也中断 所有交通工具包括重型车辆都无法通行 而昨晚超过30小时的一场长命雨 也导致亚罗牙业各地区发生水灾 水位一度高达约0.6公尺 居民被逼淹水迎新年 其中木之那镇一辆四轮驱动车 在经过甘榜双西西部灾区时 差点被激怒冲走 险降还升 柔佛西加墨县也拉响水灾警报 波及了西加墨县八个马来干榜 还惊动柔佛王储漏夜赶往疏散中心巡视 截至今早八点 柔佛的两条河流水位已超出危险 以及一条河流超出警戒水平 共有133户家庭的456人 或安置在西加墨的八间疏散中心 至于原本属于重灾区之一的沙南太子园 虽大洪灾发生至今已过两周 但当地依旧满目疮痍 垃圾堆积如山 散发恶臭 四处一片狼藉 正当大家迎接新一年之际 当地商民仍疲于收拾残局 大部分商店关店休业 商业区至今都未恢复生气 基于南非变种病毒株 Omicron的威胁 卫生部长凯里 在迈入2022年新一年第一天 就宣布政府研究 让那些接种两剂科兴疫苗 和一剂辉瑞疫苗加强记者 未来或需再接种多一剂疫苗 因为这些群体 对抗Omicron抗体水平仍然偏低 另外基于朝圣回国者 感染Omicron变种病毒的病例激增 卫生部也将从下个星期开始 也就是1月8号起 暂缓沙地阿拉伯朝圣行程 直到另行通知 凯里今早绕开记者会时透露 政府已收到有关完整 施打两剂科兴疫苗 并追加一剂灰瑞加强记者 对抗Omicron抗体水平仍然偏低的报告 并正对此展开研究 共有11108人朝圣后回国 其中1306人或11.76%的人确诊新冠肺炎 而在9个涉及朝圣的感染群中 其中5个涉及Omicron病例 而截至去年12月31号 我国共累计64宗Omicron病例 而这些病例有一半 即32宗涉及朝圣者 因此政府议决 从1月8号起暂缓朝圣行程 直到另行通知 凯里说 回国的朝圣者也需要遵守几项规定 包括强制在隔离中心 隔离7天以进行观察 凯里说 若第五天的PCR检测结果成因 朝圣者才会在第八天或放行结束隔离 截至今天中午12点 国内新增3386宗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累计确诊病例 共达2761472宗 国内昨天也通报25宗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其中4宗为宋院前死亡病例 尽管政府基于国内疫情 禁止举办元旦倒数活动 但昨晚还是有数千名民众在午夜时 就蜂英道贼龙波金三角准备倒数狂欢 尽管警方出动红头兵在场驻守 更用大声工来驱赶民众 但还是有名玩不灵的人不听劝 结果遭警方开出罚单 此外在这个跨年之夜 全国共有2462名警察 在全国各地如吉打 槟城 霹雳 森美兰 马六甲等 展开新年特别行动 其中警方在柔佛一家 娱乐中心逮捕157人 纵罚157000令吉 虽然没有烟花秀 天空还下起绵绵细雨 仍无阻民众前来 雾极面灯一带准备跨年欢庆 战团警方红头兵忙着用扩音器 呼吁民众遵守防疫SOP及疏散民众 最后警方对那些不听劝的民众开出了12张罚单 警方昨晚兵分多路展开三项大取缔行动 包括突袭雪龙一带的夜店 以及与交通调查执法组展开联合取缔行动 其中吉隆坡一家酒吧准备倒数的328名男女 不止接获罚单 另有33名男女还遭警方逮捕 马六甲方面 近80名来自某娱乐中心迎接元旦的顾客 因没有维持人身距离违反防疫SOP 而各换来1000令吉的罚单 另外在交警的取缔行动当中 与其他执法单位针对交通违规者展开取缔 其中雪州安邦在野交警就逮捕了3名罪嫁人士 局值3人的酒精含量指数 皆超出被规定的50毫克 32岁华妇怡因不满丈夫日夜工作忽略家人 日前带着9个月大的最小女儿离家 只传了一则短讯给丈夫后 就此失联5天急坏家人 事主今天通过记者会公开寻期 祈求妻子快点回来 过程中还一度哽咽流下难而泪 来自槟城大山脚的35岁男事主黄健宝 指妻子吴佩玲 是在数天前的2021年12月28号的 早上10点多 带着护照等证件 抱着小女儿离家 并在发给她的短讯中指自己累了 会单方面申请离婚 由于担心妻小安危 黄健宝今天通过国民团结党公共服务 及投诉局主任王松富 请求妻子回家 我希望你快点回来 我知道我有做错东西 请你让我快点回来 我身边毕竟都是四个孩子的妈妈 没有可能你放这三个给我 你舍得吗 希望你快点早点回来 不要做我贪心 可以吗 黄健宝余太太已结婚十年 育有十岁及六岁儿子 五岁及九个月大女儿 她说家里没有面对经济问题 夫妻期间也没有大争吵 在妻子出走的前一晚 两人还一起喝红酒 妻子没表现出不妥 不过她坦言 在小女儿出事后 妻子有埋怨她只顾工作 没照顾妻子与孩子 她尝试联络妻子身边朋友 但妻子有通过朋友传达讯息 指不会回家 也指她没见父亲和丈夫的责任 来关注国系消息 2022年第一天 印度就传出一起跨年迎新的汉事 当地西北部一座著名神庙 昨晚涌入大批膜拜人潮 但过程中有信徒不知何故起争执 在你推我几中发生了人采人事件 导致至少12名信徒丧生 20人受伤 这几财死人事件 是在周六凌晨2点45分 发生在查姆语克 神米尔格德拉的皮诗诺女神庙 而社交媒体上也流传着 相关采塌事件的视频 警方至今还会公布 事件更多的细节 包括当时庙里有多少人 以及争吵原因 目前该神庙已暂停开放 美国中午有两名枪手 深夜在费城街头 开了超过65枪 行人恐慌地躲进市场和餐厅避难 但仍有6人受伤 其中一名女性伤势严重 目前情况危急 另外美国科罗拉多州灵火 在强风助长下迅速蔓延 烧毁了600多公顷土地和500多栋房屋 至少有6人受伤 该州最大城市丹佛附近两个小镇 有33000民众被迫紧急疏散 来看中国等地区的新冠疫情 香港中午宣布新增两宗Omicron变种病毒盆堵病例 包括一名与确诊者同餐厅 但在相隔10公尺下 不同桌用餐的顾客也受感染 该餐厅同时间内有约200人用餐 这200人都受处致电卫生署自首 而中国陕西省西安市的疫情依旧严峻 当地政府已对全市人口展开六轮的全民核酸检测 其中三个行政区各是每天展开一次全区核酸筛查 中国周六通报新增231例 其中本土病例175例 西安市就占了174例 尽管全球人口疫苗第一剂接种率已达60% 但年底现中Omicron变种病毒 再次造成全球确诊人数直线上升 12月31号更一口气新增超过200万宗确诊 以疫情以来首见 不过最早通报Omicron的南非传来好消息 当地确诊病例截至12月29号已下降30% 有将近9万人确诊 但与前一周12万多人相比已大幅减少 据英国一项分析 感染Omicron变种病毒的住院风险 为Delta变种病毒的约三分之一 虽然住院人数开始上升 但英国政府还是认为 Omicron变种病毒比Delta还要温和 Omicron变种病毒带来的症状为何较轻 一直都是科学家急欲解开的谜团 近期一份由美国和日本科学家利用 仓鼠和老鼠所做的联合研究发现 相较其他变种 Omicron侵入肺部的情况较轻 感染大多集中在鼻子和喉咙 从而减少重症几率 死亡数也较低 另外以色列政府12月30号宣布 为高威群组注射第四针新冠肺炎疫苗 是全少数率先批准接种第四针的国家之一 至于土耳其方面 该国卫生部已在12月31号 开始对以施打两剂中国科兴疫苗 两剂辉瑞疫苗 且接种第四剂聚今已三个月的民众 开始提供第五剂疫苗 并可选择科兴辉瑞或国产的Turkovic疫苗 尽管全球多个国家地区 仍受到新冠疫情笼罩 但2022年的到来 还是少不了跨年烟花秀 其中备数注目的 就有台湾台北101 总时长360秒的特效轮撞烟火 以迎向美好未来为主题 祈求黑暗过去光明到来 新闻的最后 在全球各一年一度精彩夺目的烟花盛会 也期望疫情能尽早结束 让生活重新回到鬼道 祝大家元旦快乐 我是琼威 再会 祝大家元旦快乐 我 我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